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嗎?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榮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的發現幫助你和你家人 能夠認識到多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i,Diana,你好 你好 今天除了袁醫生在這裡之外 我們還很高興請了陳振誠自然療法醫學博士 Dr. Chen Hello Dr. Chen Hi,Hello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咖啡罐場治療癌症的原理 我相信咖啡罐場 香港很多人都認識 在我們節目裡 過去都曾經好幾次 都跟大家講解一下咖啡罐場 剛剛我又拿到報紙 AM730 報紙裏面有一個廣告 題目是癌症不適疾病 以及咖啡罐場 清肝膽 原來是一些清肝膽療法的學員 是扮演這個講座 相信大家都聽得多 也很多人喜歡開玩笑 經常說喝咖啡不好 咖啡罐場 咖啡罐場 但咖啡罐場 又沒有問題 有些人開玩笑來諷刺咖啡罐場 相信一直以來 大家都有共識 為何用咖啡罐場 是一種清肝膽排乾毒的一種方法 但是呢 講真來詳細一點 背後的原理是怎樣呢 其實都不是很多人知道的 所以我們真的很需要 一位我們這方面的專家 陳博士 在這方面 讓大家深入了解 到底這麼多人用的方法 其實可以說 40年代 Max Gerson那本書已經提倡了 但背後那個機制的原理是怎樣呢 那我就 麻煩Dr.Chan 麻煩Dr.Chan 大家好 那當然了 Dr.Max Gerson 就在40年代 就在全世界很出名的 在化療各方面的 比較高檔次的標靶療法 都不是那麼成功 和不是那麼進步和發達的時候 其實Dr.Max Gerson 這個老醫生已經醫癌症 成功率相當高 他有一套東西 不只是主張食療 包括 諸如此類 各方面 諸如此類 在他那套治療裡面 就用這個咖啡灌腸 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來的 那這個頻率做到 就有時候就每天 那些人都要找咖啡來灌腸 那其實咖啡灌腸 是什麼一回事呢 大家都日常都喝咖啡 有些人說他好 有些人說他不好 有些人喜歡喝 有些人不喜歡喝 那其實原來呢 世界上有一本叫做 Merk Manual 就是一本傳統醫學 醫生通常用來看的天書 裡面就講到很多藥物 治療的方案 都講到清清楚楚很多時候 大家讀醫學院的時候都小不免 有什麼事或者是做醫生的時候 架頭都有個Merk Manual 去對照的 其實Merk Manual 就去到1970年代的時候 這本書很久歷史的了 幾十年來呢 咖啡灌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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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講明是一個 醫療的程序 就是 Medical Treatment 當然啦 現在你就找不到 究竟 咖啡灌腸 有什麼用呢 老實說 我的經驗來說 就是 以前從醫的時候 也都建議過很多人做咖啡灌腸 我們一直都以為是這個 刺激過肝臟的排毒的效率 讓它提高一下 但是我觀察得到 尤其是近年來 我就有機會在東方這邊 幫助一位 香港比較出名的人物 還出了頭條新聞 說他這個四旗癌症 就怎樣怎樣 在香港旁邊的角度 就輔助他用不同的方法 就醫治好 香港有很重要的人物 很多人都幫他忙 去資助這個治療方法 這個情況 這個情況 他現在真的好 但是呢 我想一下 他很勤力 勤力到每一天 都做咖啡灌腸 原來 這個咖啡灌腸 我們一直都以為 只是提高 肝臟解毒 排毒的功能 為什麼呢 我們在實驗裡面 也都發覺到 咖啡灌腸 令到我們肝 做的 Gudasione 一種抗氧化劑 會提高 還有 也都會令到肝臟裡面 解毒 和排毒 煤的體系 譬如 一個叫做 Sylchrome P450 P450 當時的解毒 和排毒 一個 混化煤的系統 工作的能力 都會提高很多 但是 我們 不知道原來 在人類的基因裡面 有一個基因 叫做MTOR 的基因 這個基因 近年來發現 對人的長壽 避免慢性疾病 甚至乎 是癌症 是相當之有意義的 為甚麼叫MTOR 它的全名叫做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因為 為甚麼呢 在70年代 科學家 在 Easter Island Easter Island 是這個 復活之群島 其中一個島嶼 這個島嶼 叫做 Rapanu R-A-P-A-N-I-U 那些土話 Rapanu 這個叫做Rapar島 在那個島的泥土 你想想 那裡沒有什麼人的 沒有建築物 沒有工業 什麼都沒有 完全沒有污染的 在那些泥土裡找到一隻 細菌分泌出來的 抗煤菌的抗生素 於是索性叫這個抗生素 Rapamycin 他覺得好奇 為何大自然要做這些 特別的事 於是 在實驗室裏 發現這個Rapamycin 對 暴雨動物 其中一個基因的表達 莫名其妙地 不知道做什麼 會有抑制的作用 於是一邊研究 研究下去 發覺原來這個 基因 是很重要 控制我們的細胞生長 什麼時候長 什麼時候不長 的基因 這麼有趣 繼續研究下去 發現 原來如果這個MTOR 這個基因 是受到抑制的時候 居然是那個慢性疾病 譬如糖尿病 高血壓 這個 老人癡癌症 各方面 這些長期慢性疾病 都會減低很多 還有治癒的機會 當然 還有很多很多大量的研究 才可以正式說句話 你走去復活群島 去Rapper島 那裏拿一堆泥沙吃下去 如果有這些菌的話 這些菌做 剛好做抗梅菌的抗生素 你就會長命百歲 當然 亦都要給時候科學家 或者任何有心人士去清洗一下 在今年最新的科學研究 報導出來一件很驚人的事件 竟然咖啡因 很簡單 我們咖啡裏面 令到我們提神的物質 就是咖啡因 竟然是對MTOR這個基因 MTOR這個基因 有一定的有效的抑制作用 於是很多人馬上說 哇 那就沒事了 趕快喝咖啡 可以長命 避免萬性疾病 但真的不是說假 其實藥廠一早已經做了一隻藥 這個藥 這個藥的英文名 叫做 我要看那個字 我讀回去 叫做Tamsorylimus Tamsorylimus 就是一隻最新的標靶藥 要來醫癌的 這個標靶藥是直接 通過一個 梅分解素的抑制 來令到MTOR這個基因 受到抑制 居然在很多時候 是沒有辦法治療的四期癌症 任何東西都沒有效的情況下 竟然用了這隻藥 一針 可以說 我亦都見過 是有病例 是用過 走到走投無路的時候 索性 就試一針 那麼多 是發覺 譬如有個病例 實在病例 它肝癌 它癌的肝癌指數 去到4600多 很難控制 除非打了一針之後 三日之內 它的肝癌指數 居然跌到2,000多 這麼幸運 這樣 這隻藥相當貴 一針的藥費 一針的藥費 是8800元 美針 不是美金 是港幣 港幣 港幣 在美國 美國也要兩三千元 美金一針藥 正是藥費 所以 再說回頭 在動物和細胞實驗 實驗室內 他們發覺 不只是咖啡因 原來是紅酒 裡面的紅酒素 這個reservatura 還有綠茶裡面的catechin 即是那些茶多芬 竟然我們幾千幾百年來喜歡 去搭一下品嘗一下的嗜好 幾千年來不知為何那些人特別喜歡 你說有害好沒有害好 當然喝紅酒 酒精當然不太好 但是你不去發酵葡萄 葡萄子 就怎會有這個reservatura 這個紅酒素出來 那譬如你 綠茶 很多人說喝了一份不著 它當然也有提神的作用 但是那個catechin 竟然是有直接抑制 這個entor這個基因的作用 回頭 我們經常說 肝功能測試 肝功能測試 我們經常抽血去驗一下 所謂的轉氨酶 在血裡面高還是低 我們見到轉氨酶高的話 就以為 認為肝是有事 其實這些轉氨酶 它工作的地方 應該在肝的細胞裡面做工作 為什麼高又不好呢 當然 如果有很多轉氨酶 在肝裡面的正常細胞 即是各就各位的時候 足夠的轉氨酶 當然越多越好 但問題是 如果它 不在它原本工作的單位 流出來了 就證明肝臟裡面的細胞 就出事了 例如你車 你曾經入油 車才行得順 除不知在車房的地上 見到一堂油 你就說不好 不是啊 剛才那個大計劃的油好東西 為什麼它太多流出來不好呢 流油當然不好 車有事 通常肝功能 我們看到轉氨酶 流在血裡面 我們就說肝有事了 轉氨酶低 你未必你的肝功能好 只不過你的肝現在就沒有大件事 沒有病態而已 不是一定好 其實我們正式測試肝功能 有一個項目叫做Caffeine Clearance 就是叫做咖啡因的排解功能 就是怎樣呢 我們是給我們的病人 就是吃一粒丸仔 這粒丸仔 就有一定量的毫克 多少毫克的咖啡因 因為喝咖啡很難 一杯咖啡有多少毫克咖啡因 很難控制 它的濃度稀度 我們索訊給他一粒丸仔吃 我知道他真真正正吃了多少毫克的咖啡因 然後我們就計時間 計時間我們就拿它的小便 看看它什麼時間 拿了多少小便出來 在小便找這些咖啡因的排泄物 看看我們的肝在指定的時間內 是將多少咖啡因拆了 變成廢物在小便排出來 我們就知道你的肝功能實實在在 在哪個位置 大家都發覺 如果你是小便喝了咖啡 就實在中焦 有幾天就不用睡了 但是這些大人 尤其是肝功能特別強 有些人喝了酒都說不醉 這麼厲害 因為肝功能強 那些酒精進去 那些拆掉了酒精 當然是喝不醉 所以有些人喝了咖啡也這麼好睡 為什麼你喝了咖啡 然後肝就馬上把咖啡因拆掉 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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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當然會睡得著 我們口入的東西 通常第一件事 吸收之後都要經過肝 即是將有毒的東西先搞定 認為我們的身體不太喜歡的東西 不太喜歡的東西 乾都將它全部解掉 然後在小便大便排出來 如果咖啡因也是好東西 但是口飲下去 如果你的肝功能強太多 咖啡因全部解掉 變成第二件事 全部人在小便大便排出來 那就喝了等於沒有喝了 是不是 好了 這道奇妙 如果你用咖啡來灌腸 然後呢 因為它灌在牆壁那裡 一吸收 它就不是口入 不是正常途徑 它就不會先經過肝 它是先入了你的血液循環一輪 然後在淋巴系統收集了 然後那些廢物才去肝處理 於是咖啡因就變成了有用和到位 所以就直接抑制MTOR這個基因 MTOR這個基因 的話呢 就有可能絕對 對避免防止萬性疾病 不要說癌 甚至乎是 為什麼 他又發覺有用呢 就真的見仁見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呢 我也看過Dr.Gerson的書和理論 幾十年前真的相當前衛 相當超前 但是他硬是當時的老人家 就沒有寫下 為什麼他有這樣的結論 那樣有用那樣沒有用 只不過他實在醫好的人 真是無數 那麼大家都買一本 他現在很多書 翻譯出來 講這個Gerson therapy 真是世界知名的 覺心療法 他當時就寫了一本書 就是記錄了50個癌症的檔案 50個很少了 我相信他醫好的 成千上萬 但是那些是真的美期那些 很嚴重的那些 他寫了一本書 就是給美國國會的 希望美國國會 美國政府 可以推廣他這個 是的 可以推廣 但很可惜 你知道 醫療的政治 就不會讓你用一些 這麼便宜的方法 這麼簡單 這麼有效 這麼便宜 這麼安全的方法 不是啦 Starbucks就是排隊 是的 所以 如果大家有機會 看到他的傳記 其實當時有很多人 簡直是陰謀來害他 是的 他差點被人毒害 還有 他的秘書 把他的手稿 偷了 那麼他搞到他 那本書 就推遲了 所以 有時候 如果大家真的有機會 上網看這些 多些看這些資料 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 這個世界上 我們表面 所看到的東西 跟真相 很不同 我都趁我現在 記得 跟大家介紹一個網址 我最近才看到的 叫做 WantToKnow.info 很多這方面的治療 關於健康 關於免費能源 很多所謂 表面以為陰謀論 其實是真身上的治療 大家可以去看看 好 不好意思 打斷了 不要緊 你回復大自然 其實 最有效 來抑制MTOR 這個基因 連那隻藥 根本上 他都是找回頭 找回這隻 抗霉菌的抗生素 他們 就索性 用復活島 復活群島 上面這個島仔的名字 叫Wrapper 叫它做Wrapper Mycene 其實 最有效 就是這隻Wrapper Mycene Wrapper Mycene 就 雖然是比較直接 但毒性 就比較高些 你說如果在很少很少的份量的情況下 就很有趣 就不是說在香港 在深圳 紐約紐約的大城市找到 因為我們已經把我們的大自然環境 弄亂了大陸 那麼 他要去一些 完全是沒有 現代的文明文化 影響的一個地方 例如去到復活群島那裏 那些泥土那裏 才能找到這一個東西 所以有一個問號 就是 我們一天一比一天進步 文明社會 一天一天這樣向前進 我們究竟在這裏搞亂了我們的生存 剛才我們聽到 我們聽到 MTOR 其實是一種抗生 MTOR MTOR是一個基因 但為何也有 叫做 MTOR的原因 叫做 Mammalian Target Mammalian Target Mamma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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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找到這隻基因 亦都是因為當時找到 在泥土裏面這種細菌 做的這種抗煤菌的抗生素 那索性呢 就叫這個抗生素 做 Rapamicin 就是因為在這個 Rapanu 這個小島 這個小島 是一個毫無人煙 很原始的 是復活群島的島群裏 其中的小島 然後他發覺這隻 很不尋常的抗生素 然後在實驗室裏面做研究的時候 發覺 他是對某一個 鮑魚動物的一個 基因的演繹是有抑制作用 然後他們才繼續研究下去 索性 叫這個基因 叫做MTOR 有時候是同一個名字 一個是基因的名字 一個是基因的名字 其實你說如果我們有本事 去到復活群島 去那個 或者去不知什麼群島 不復活也好 復活也好去那個群島 毫無人煙的 即是沒有文明社會 搞到一些 我們所謂水土亂了大龍 分分鐘去拿泥食 你都吃到這個 這個Rapper Micene 吃到這個Rapper Micene 或者甚至乎 你去爬山 爬地 不用手 放進口 你便吃到這個Rapper Micene 吃到Rapper Micene 原來對我們的 這個後面 我們那個Human Genome Project 把人的細胞裏面的基因 都花很多很多很多年 然後才全部找出來 這個MTOR GEN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控制我們身體的新陳代謝 還有很多很多功能 和細胞生長 這個不生長 很重要的一個基因 一個訊號 好像電腦裏面的軟件 一個程序來的 這個程序一定要受控的情況下 我們才健康 這麼有趣的 所以那個問號就是 我們現在把那些 蓋地鐵 整路 把植物 把基因改造 把東西搬來搬去 搬來搬去 又合成花簽的東西 我們盡量做到 好像我們做上帝那樣 做萬物來重新搞亂這些東西 我們究竟是不是 將人類的生存 推向一個很絕望的環境 很難說 譬如現在中國內地 癌診斷的發生率 已經達到每分鐘 每六分鐘 每六分鐘 是有一個癌症的診斷 而一診斷已經是四期 你想想 中國多大 每六分鐘一個 這是正式的官方造詞 這個 大家都恐怕 現在中國的環境 飲食環境 居住環境 空氣質素 水質素 我們都很怕 將來 癌症在中國 會成為一個 差不多是最常見的殺手 其實現在在很多文明地方已經是 剛剛提及 咖啡灌腸 其實不單止對癌方面有幫助 控制癌方面有幫助 甚至對糖尿 老人癡癌症 很多心血管的問題 很多方面 最重要是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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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動物實驗中發現 如果這個M駝是受控的話 他任你動物的居住環境點壞 任他的食用點差 他竟然現場壽命達到35% 這麼厲害 嗯 是 我們現在慢慢找到 不僅是M駝 還有Pink 3的保護 法國端粒的保護 甚至是延長 這些對我們的健康 對我們的新陳代謝 對我們的壽命 有一定的正面影響 我們也知道很多事情 對我們的壽命 和健康有負面影響 例如自由基 那些笨 那些合成的化簽 那些毒氣 或者新裝修 或者家具 揮發出來的甲荃 各方面 亦都很大影響 那些食物當然也很大人害怕 去到孔雀鹿 去到現在說 中國那些海產業 那條魚快來死了 它可以有隻製劑 那些白粉 一放在魚缸 一分鐘內 那條魚快跳 它是有好的表現 復活了幾個小時 就忽然間就死了 這些對人的健康 有什麼影響 這些真的 很難去揣測 那就是 我們都是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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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句 大家最重要都是 將自己的健康 壽命 還有我們的命運 最好就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做一個名字的選擇 什麼時候都要 好 多謝陳博士 終於跟香港人解答了 咖啡罐場的背後的原理 多謝 好 今次的時間 差不多 待會回來繼續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雜質、氯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趁 Dr. Chen 在這裡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解一下 究竟什麼是血癌 所謂血癌 雖然有個癌字 大家不要跟一般的腺癌 隆臟細胞癌 那些癌混淆了 通常我們指的癌 譬如鮮癌 或者什麼細胞癌 那些是一個實體 那些所謂是漸位的實體 譬如肝癌好 肺癌好 它真的在那個器官 或者某一個身體某個部位 是一塊東西硬掌掌 當然致命的地方 就是它壓住了 或者阻住了一些通道 壓住了一些器官 當然它的身層代謝也很不尋常 影響我們的健康 但是所謂血癌 就沒有一個實體 沒有一個扭 也都不佔位 即是它五牙定 其實血癌 就是因為那些白血球 就是在不成熟的狀態下 走入你的血流通的血裡面 去嘗試去做事 所以就弄亂了大陸 我們說回來 你們說一下我們的血後境是什麼 我們的血裡面除了有紅血球 所以紅多多 還有很重要的就是有白血球 也都有血小板 當然也都有血清 血清裡面有不同的蛋白 譬如你把紅血球拿走 那就剩下一些很小的白血球 比例是差不多 比例是多少呢 大概是差不多 五十對一 紅血球對白血球的差不多 對比 看看你的量 原來我們的白血球 在哪裡做的呢 白血球 紅血球 甚至乎那個血小板 全部都是我們骨髓 裡面做的 所以大家都很多時候聽過 那些患血癌的人士 或者小孩子 全中國全世界去找 看看誰的骨髓 適合他們 或者向這些病者捐你的骨髓 去醫治他們 原來呢 在我們骨髓裡面 有很多這些做血的 母細胞 或者是幹細胞 母就是母親的母 不是吧 是有母的母 這些其實 是我們的身體裡面的幹細胞 幹細胞 就是最原始的細胞 就是你出生 就是你爸爸媽媽走馬齊 第一個細胞 那個就是最厲害 最好東西 最千變萬化的 所謂幹細胞 那幹細胞 它一路成長一路分裂 慢慢慢慢增加 它就會慢慢變成不同的 專有的組織 比如變眼耳口鼻 心肝皮肺腎 它變成這些 專窄的細胞 就形成這些專窄的器官 這些幹細胞 有兩類一類 就是 血的幹細胞 另一種就是 其他組織 或者軟組織 或者器官的幹細胞 這組在骨水裡面 就是所謂 血的母細胞 血的母細胞 它也有分類 有分開 這個水 細胞的母細胞 也有淋巴細胞的母細胞 也有血小版的母細胞 我們的白血球 通常來說 血癌 也俗稱白血病 其實我們的白血球 幫助我們 打仗 幫助我們抵抗病菌 諸如此類 甚至去攻打癌細胞 這組叫做白血球 白血球有分開 主要分兩組 一組叫做中性細胞 另一組叫做淋巴細胞 然後有些很少很少量的單核細胞 或者是不同的染色的細胞 它有很多其他比較特別的作用 但最主要是中性細胞 英文叫Nutrophil 就是幫助我們抵抗病菌的感染 另外這個淋巴細胞 就是Lymphocyte 幫助我們抵抗病毒的感染 而這些淋巴細胞裏 也有一個特種部隊 特種部隊叫做T細胞 AB 就是那個字母T T細胞有一個特種部隊 叫做Cytotoxic T 或者是叫做NK Cell Natural Killer Cell 就是自然的殺手細胞 Natural Killer Cell 這些就是NK Cell 要來攻打癌細胞 很有趣的 當然了 你在血液流通 去做事這些細胞 當然要能夠做到事的 有一定的本事 獻出來守這些崗位 要不然如何保護我們呢 白血病是甚麼原因呢 就是因為這些母細胞 它在骨髓裡面 慢慢慢慢經過很多階段 一段一段成熟了 然後這些成熟的白血球 才會從骨髓走出來 走入我們流通的血 裡面四處走去保護我們 其實所謂白血病 或者血癌 其實就是這些 細胞的成熟 的程序出現問題 所以 出了來的細胞 就完全不成熟 他不成熟 出來當然是做事 做不到事情 做不到事情 於是引起一個問題 身體這個發覺 現在有些感染 除非出來 那些白血球 好像香港警察出來 個個都不會抓人 手扣都不會托 牌都不會抄 怎麼去保護市民 於是 很多電話 打電話去警察局 警察局 是不行的 我們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救班 沒有一個畢業的 骨髓 骨髓就說 糟了 我全部都未成熟過 那些細胞 於是唯有彌補的方法 就是把全部不成熟的細胞 全部都推出來了 推出來的時候 我們所謂英文叫做 這個叫 BLAST CRISIS B-L-A-S-T CRISIS 即是危機 一個不成熟的危機 不成熟細胞 空湧出來的危機 所以當這個白血病患者 血癌患者 去到危險時期 的時候 叫做急性的時候 白血球的量 就會高得很厲害 高到 正常來說 就是這個每 這個毫升入面 是五千到一萬 你最多頂了 去到這個 兩三萬的白血球 已經當是很高 隨便知道 白血病患者 當他去到危機的時候 他竟然去到超過十萬 空湧了 你明白為什麼 是什麼事 因為為什麼 因為 例如你每毫升 得一萬個 細胞 你成熟的細胞 當然好 做到事 隨便都不是成熟的細胞 完全做不到事 所以我們分類 也發覺 越高 這些不成熟的細胞 在流通的血液裡 病情越重 越急 而且 我們看到這些細胞 在微鏡下 看到這些細胞 如果越不成熟的話 我們認為 他的病是越重 當然 如果他有很多不成熟的細胞 有一個危險 就是他將我們的皮狀 和我們所有需要有血流的器官 例如最重要是腎 如果腎 堆滿這些不成熟的細胞 和皮膚 長大也很重要 慢慢 你的器官功能衰竭到死亡 很危險 我等一下再說一下 傳統西醫是怎樣去處理 他都不是醫治 他只是處理到他說 你不要死了 亦都有很多其他不同的手法 去做 大家近年來也聽過 有條中國的鼓方 發覺原來 對白血病有幫助 信不信由你 我們現在復古 用砒箱 是一個中國臨床的專家 他都說不清楚 有可能是家傳的秘方 拿出來試一下 於是 全世界的學者 看完這些案例之後 發覺也挺有意義的 每個在加拿大、美國、澳洲 很多文明國家 都有些特別的團隊 嘗試用少量的披霜 去治白血病 現在都有的 大家都有少少理解得到 什麼叫做白血病 什麼叫做血癌 基本上就很簡單 就是這些骨髓裡面的 沒有細胞裡面的基因 即它的軟件 原本是控制這些細胞成熟的每個階段 的 程序的基因 出現錯亂 所以就沒辦法成熟地走出來幫我們抵抗疾病 抵抗細菌、病毒、脂肪處理 很簡單的事 如果有這些白血病患者 好像血癌患者 第一件事就是它經常有感染 因為它出來的白血球根本就不成熟 沒有辦法幫助我們抵抗細菌或者病毒 不止 因為很多時候 骨髓裡面 如果是 基本上有兩種 一種叫做水細胞的白血病 有一種叫做淋巴細胞的爆血病 當這些細胞、母細胞 這幾種母細胞 在骨髓裡面 就工作特別忙 將骨髓裡面的能量 和資源和營養 吸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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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 用光它 於是就令到做紅血球的母細胞 就沒有辦法正常運作 它們很多時候會有 有一個慢性長期的 憑血的現象 另外一種 就是做 血小板的母細胞 亦都受到它影響 因為它想做事 但是沒有人工化了 那怎麼辦呢 於是 很多時候 這些小孩子 或者這些病者 就很容易吹血 譬如皮下 吹血到一點點紅斑 就是因為 它血小板的數量 是足夠 當然原發的 紅血球 沒有細胞出現問題的病症 也不是說沒有 但是比較少見一點 通常來說 就是這個 白血病和這個血癌 都是我們所見的 多數都是水性的血癌 比較多些 因為通常 我們白血球裡面的數量 這種細胞的數量是特別高的 當然也有些人 其實什麼細胞都沒事 是那個 莫名其妙地 硬是它做血小板的母細胞 功夫做極都做不夠 於是就引起皮下 有一點點的紅斑 其實就是因為它 血小板不夠 所以引起微絲血管 吹血 引起這些斑子 醫學上有一個症狀 有一個病 叫做 IT Idiopathic 叫做 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a 叫做 IT 不好意思 叫做 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a 即是說 Thrombocyt 就是這些 血小板母細胞 在沒有原因下 以及我們不明白的情況下 血小板不足夠 只不過 沒有再深入去調查 究竟 為什麼有這些情況發生 所以小孩子或者大人也好 有時候 莫名其妙 時好時壞 譬如 長期的 慢性的 貧血 如果找不出其他 令到貧血的原因 營養不良 也不奇怪 或者經常吹血 出得多 也不奇怪 排除不了這些 比較 不是致命的原因 如 譬如 小孩子 或大人 經常感染 感染得很厲害 而且反反覆覆 感染 人家都不感染你 感染 可能發血球 可能要調查 有什麼事 另外一樣 就是 剛才說了皮下出血 還有 貧血 或者 常常有感染 的情況 我們就要去調查 當然 如果很嚴重的時候 我們就這樣 在循環的血 都可以看到 這些不成熟的細胞 很快就 可以診斷得到 有時候 在不明朗的情況下 或者想更進一步去 分析 它究竟是哪一類型 和在哪個階段的病況的時候 我們就要 直接插支針 進去骨水 多數在那個盆骨 或者空前的骨水 那裏 就把骨水 拿出來 然後 英文叫 bone marrow biopsy 這個 拿出來之後 我們就 掩片之後 就 將 那個骨水裏面 沒有細胞 和 不成熟的 大血球的細胞 作一個分析 和 比例 我們就 知道到 它究竟是 哪一個類別 和是哪一個階段 通常來說 下一次 我們就可以 再解釋一下 究竟 為什麼 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跟遺傳 生活習慣 和環境 都很大關聯 發生這種疾病 在處理 這個所謂血癌 和我們處理其他 那些所謂固體的癌 我們的處理手法 至少在生物科技 治癌癌症的手法 是否相似 完全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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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剛才你提及 生癌 大家如果聽我們 同學療法 都知道 同學療法有一個療劑 又是生癌 生癌 生癌 也是經常用在治療 是癌症的 所謂臨終癌症的病人 讓它安樂地過 有時會用高份量的新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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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處理方面 有沒有說 哪些血癌 殺傷力沒有那麼厲害 容易處理 或大部分都是勒手的 當然 除了有分水細胞血癌 也有淋巴細胞癌 之外 每一種癌都有 慢性 中慢性 和急性 當然急性的情況 不太好 如果是慢性的 當然最好 最常見的 所謂是這個 CLL CLL 就是Chronic Moseic Leukemia 就是這個 慢性的淋巴 細胞的血癌 那些症狀不太嚴重 還有有時有些人 在五肢療的情況下 都可以存活 是相當多年的 為什麼會有急性 為什麼會慢性 當然慢性 也有可能 中有一天 就是轉為急性 是絕對有可能的 可以這樣說 大致上來說 歸根究底 都是那些沒有細胞 的基因裡面的程序 是有錯亂的情況 令到細胞沒有辦法 正常地在骨髓裡面成熟了 才出來和我們工作 這個是一個可以說 一句說話 說完病的肌理 當然很多事情 第一 通常來說遺傳 很多血癌 很多白血病 都有一定的遺傳的因素 存在的 如果你說家人 是有這個白血病的血癌 是和你有血緣關係的話 當然第一件事 自己要提高警覺 也都要明白到 後天的條理 或者保養 去避免這個癌症的發生 現在譬如中國 這個內地 那些兒童的 血癌的病發率 是非萬盡 近年就高過舊時 成十倍高 中國的官方的意見 都已經是出了台 完全是因為新的裝修 完全是因為新的裝修 發出來的甲傳太高 如這些正所謂 年輕的家庭 中國人 第一件事要有新房 當然是有新裝修 有新的家庭 這些新生的嬰兒 甚至乎在未出生的胎兒 當然他們的基因 就不是那麼穩定 首先 當他成長的過程中 如果他們的細胞基因 受到一定的衝擊的時候 一定是 令到危機 是比較高很多的了 另外 亦都已經是出台了 另一套數據 就是那些父親或者母親 很有趣的 連父親都有影響 他們的工作環境 如果吸入大量的有毒物質 他不一定要吃下肚 還有很有趣 最高最高的病發力 居然是救火人員 那些救火人員 在火場 燒到 亂了大龍 有合成的化合物 很多塑料 那些毒煙 他吸了自己體內 然後回到家 原來他抱那個嬰兒 這些毒素都會傳給那個嬰兒 或者 他剛好 他的太太是懷孕的話 就 不止他接近他 他會有影響 甚至乎他去廁所 那屋小便 然後 人婦走去坐在那裡 都會有影響 大家不要忘記 在正常的 我不知道在其他角度 最少我知道在美國、加拿大 比較文明的國家和社會 我不是說我們不文明 不過那裡可能條件比較 比較 康一點 保護主義比較強一點 如果有一個癌症患者 他在做化療治療的時候 他用的廁所 是寫明孕婦和未發育好的小孩 是不可以用的 完全不可以用的 這些是鐵一般的事實 他是不是多餘呢 見仁見智 當然 後天 我們提高 警覺 也相當重要 家具 可以 發放 一些 甲醛 那些很美的大理石 可以發放一些輻射 我們吃的很香很香很香的燒烤 我們可以把自由肌吃下去 我們每日用的唇膏化妝品 充滿一種保存劑叫做 P-A-R-A-B-E-N P-A-R-A-B-E-N 大家在標籤上都可以看得到 現在很強調 現在很多都說明是無笨 無笨 無笨有精 都會直接是致癌的 甚至乎我們喝水 平裝水 那些軟的塑料 膠瓶 都不停釋放一隻致癌的物質 叫做P-P-A-L-A-A-T-E-N 進去我們的飲用水 不要說孔雀鹿 籠 農藥 柴魚 甚至乎餵給我們的肥雞的激素 賀爾蒙的殘魚 和牛打的 催肥的 針藥的 我们的主粮,谷类,米,也想把基因改变来,为全人类 稍后我再讲一下,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可以提高我们的健康的境界 一定要有一个,最低限度,在这个繁复的社会里面,尽量去保护我们自己 因为资料实在太多了,今天两节讲不完,我们稍后回来会有第三节的自然疗法与你 Dr. Chen会和我们继续讲一下如何预防和处理血癌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传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ing.com.h 来到今集第三节自然疗法与你力 Dr. Chen会继续和我们讲一下如何预防和处理血癌 OK,上一节讲到关于血癌这一样东西,俗称也叫白血病 基本上是我们的血分里面的白血球 血里面有白血球,血球,血小板,血清等不同的成分 白血球通常来说要帮助我们的身体去攻打细菌和病毒 还有一定的维修的作用 当然,其中一个很特种的部队 白血球要来攻击癌细胞也相当重要 这些白血球上一期就说过要需要一个成熟的程序 就是在骨髓里面有没有细胞慢慢一段一段一段 一个阶层一个阶层一个阶层这样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样就成熟 就成为成熟和可以工作的细胞才出来 在流通的血分里面帮助我们做事 如果这些细胞成熟不当 未成熟就出来尝试和我们做事 就变成做些事做不妥了 做不妥了就出现有几个现象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很难抵抗到病菌的感染 就很容易 小小的病菌 通常一般的人都可以抵抗到 这些人就抵抗不到 就引起比如就算是很轻微的肺炎 之类之类都会是得到致命的情况 另一样就是通常他们的血小板都说有时会低 或者功效不好就容易引起出血的问题 所以有时小孩子发现有皮肤紫青的现象 即是没有撞到鱼 或者是 经常有细菌的感染 即是经常病 经常发烧 经常发炎 经常发炎 有炎症 大家或者去找医生 或者家庭医生 去检查一下 通常抽血 马上就看得到的了 有一部分白血病的患者 通常来说 都是因为 他的母细胞的基因 即成熟的程序出现问题 事实上是有一大部分 是遗传 即他的基因遗传下来 已经是不稳定了 而受到 有时受到外界环境因素的冲击 所以就引起病发了 那如果大家留意到 你的血缘 有血缘关系的亲属 去到三代 即是上面三代 和平 譬如表亲去到三重那么远 就算是 即是 他们如果是有这个白血病的病史的话 也有这样的可能 是有遗传的因素 大家就更加要留意 是 我们说一下 即是如果你的基因遗传下来 是很不妥的 很大问题的 那当然很多时候 大家都听过很多小孩 很小时候已经病发了 嗯 病发 那些情况 他更加是 都不是活了很久 就有事了 就没有说受到环境的冲击 没有说受到 其他的东西 都更加损害他的基因 很多人就在十凌岁 二十几岁 也似乎 也有 这样的情况 去到成年了 去到三四十岁 才病发 都不是说没有的 那为什么 这些 很多人呢 就算他遗传到一套不好的基因 都好 他都活得很安然 受中正寻 都没有病发 那我们又看看 为什么呢 原来我们的基因 虽然我们与生俱来 可能是完整的 可能是缺陷 但是呢 他的稳定 他的操作 都受我们的环境影响相当大的 其中一样影响很大的 譬如那些自由基 自由基 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就是譬如那些食物 油炸炸得很香 煎得很焦 烧烤 烧得很香口 那里面就充满了自由基 那除了那些之外 当然大家都知道 烟仔 酒 这个 传统点的中国人说 热气的东西 他自由基就比较高一点 那我们小不免 不是说个个个 食条油炸鬼都出事的 那原来人的身体 另外呢 我们除了 我们想在食物里面 补充很多抗氧化的剂之外 之外呢 另外呢 我们本身身体 也都有抗氧化的功能 那就除了我们需要食物之外呢 比如我们作息定时 休息够啊 那我们呢 都会维持我们本身的抗氧化的功能 那我们这些抗氧化的功能呢 就算你自己自发的 或者是补充的 或者是在食物 帮助得到的 都会帮我们手呢 是综合了这些自由基 那这些自由基呢 就不会说令到我们的基因呢 受到干扰了 那另外呢 原来我们的基因呢 他的稳定性和那个运作呢 都很受一些叫做基因环境 就是那个epigenetics的影响的 那些epigenetics呢 就我们估都估不到 比如啊 袁医生 早几集呢 亦都说过 露笋原来这么好的 那谁不知 如果你查清楚 原来露笋呢 里面充满了一只叫Histone 这只这样的氨基酸呢 就呢 他有 这个 调整我们的基因 的环境的作用 那大家都估不到 原来很多食物呢 包括呢 绿柴里面的茶多芬 包括那些蒜里面的 那个有流的物 就是那个流的物质 包括很多 我们日常 听闻说是好 但是呢 就 很多人呢 连西兰花都不是很喜欢吃的 原来西兰花里面呢 都有个成分呢 是 这个 可以帮助作用来调整 那个基因的环境 那包括呢 原来 譬如 我们的古老人 古老一代 拿到内煲的汤水啊 这汤水 譬如有这个 北旗环山 防挡 防挡 杞子啊 这些很普通的 我们认为是好的药物 原来呢 都 对那个 有一定的影响 维护作用 当然呢 近年呢 亦都 有这样的推论 可能呢 痛去疗法呢 根本上呢 就是影响到 基因的周围环境 所以呢 那个 咒效呢 是这么奇妙 那 那就 当然啦 我们就算 是 遗传了一套好的基因 就算我们有 很好的意识 去防止自由基 去冲击我们的身体的基因 细胞里面的基因 和呢 亦都 有足够的体质 去做些抗氧化的剂 有足够抗氧化功能 亦都可能呢 日常食物里面呢 亦都 有很充足的 抗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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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食 但是 不要忘了 我们的基因 少不免呢 都要 需要 维护 和 这个维修的 那 那原来很多食物呢 对我们的基因 是有一定维护的作用的 啊 譬如这个黄姜啦 我想 啊 就时说抗氧 防氧 也都 说过一下的啦 大家都聊过 原来呢 它是对我们的基因 有维护的作用 那包括呢 啊 那个 红酒素啊 啊 啊 一些 啊 新鲜的生果啊 蔬菜啊 里面的维他命C啊 啊 猪而翠里呢 都对我们的基因呢 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那 啊 啊 還有一样呢 我们 猜都猜不到的 原来呢 啊 有一 就是我们整天 日常 吃东西啊 发觉 吃到一些食物呢 譬如有些苦苦劫劫的 譬如有些芥菜啊 苦瓜啊 啊 譬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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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啊 有些怪怪的味啊 那样 原来呢 很多时候呢 他们会助长一种煤 这种煤呢 叫做 Axadenosine Methylene 这个 Methyltransferase 就说到成口都是字 但是呢 很简单 他只是用那个 Methyl group 这个Methyl group 啊 就是这个 啊 啊 就是这个 就是将它 转到去 啊 啊 其他的受体那裏呢 啊 那就对那个 细胞 核里面的基因呢 啊 如果有足够的 啊 啊 就啊 那我们基因呢 就会 啊 容易受到维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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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啊 也都有很多事情 我们做得到的 那当然啦 再具体一些呢 或者大家如果是 啊 真是有这样的 啊 隐忧 啊 或者有什么疑问 有什么疑问呢 就当然是找一个 啊 比较经验丰富 資深一点的 的医生 的营养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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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啊 找一下 袁医生 啊 啊 跟大家分析一下 而且可以 有些 啊 啊 啊 可以保护基因和调整基因环境的作用 看看袁医生的同类疗法 尹博士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经验 我上一节也和大家分享一本书 《Works Manual》 就是一种医疗搜查 这本书是很多年历史 每年历史就更新 我自己的本书是第十三版本书已经很旧了 1980年了 我家有本书是第十六版本书 我想现在已经二十多了 但基本的治疗方案应该不会变得很厉害 在现时的医疗 尹博士很认识西方医疗用的效果 我看回这本书说的所谓急性的血癌 陈欣陈医生也和大家分享过 因为急性的血癌可以变得很快 他说有时候 如果急性的血癌 你不去医疗病 可能很快就没命了 这本书说平均 急性的血癌的情况 如果你不医疗病 平均寿命只有四到六个月 当见到白血球是超过某个数 我们的定义 不成熟的白血球在血分有多少 已经达到急性白血癌的定义 预后就不太好 根据Murx menu 里面说 甚至有些人在几天之内就没命了 即发现了之内 几天之内就没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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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压迅增加了几个月 一言甚至可以长一点也可 但当然如果出现中央神经系统的症状 就困难了 即困难程度会高很多 通常怎么过身 就因为出血或感染 他说ALL,Ac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 临巴细胞 AML, Myoblastic, 水细胞 急性的水细胞,这两种情况都是差不多 近年来,10元这些临巴癌 其实我们在电视台,有时在传媒都听闻 香港有些知名人士,家里的小朋友这些问题 都挣扎了很多年 他说,最近有些新的工具和综合治疗 有时可以帮助到差不多90%到80% 即是稍微受控制 但整体来说,中位的生存时间大概30个月 三年已经好了,平均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ALL的情况是这样的 另外一种就叫AML 即是骨髓的ACUMYELO Cytic Leukemia 他说,他们差不多在这种情况 可能有40%到60%可以用药物 稍微控制一段时间 但是一般病人,如果有效的帮助 通常寿命会多于一年 但如果早期用药帮不到,基本寿命是3-4个月 只要大家看到,血癌的问题很严重 陈博士以前也跟他分享 他说有一种叫Hodgkin's Lymphoma 他说这种在近年的化疗药 其实效果相当好 相当好 有80%的存疗率 可以起码 但有一种叫做Non-Hodgkin's Non-Hodgkin's Lymphoma癌 比较难 还有一种叫做Plasma cell 比如Multiple Myeloma Plasma cell的Myeloma 这种就是骨髓方面的Plasma cell 这种生存很长 通常来说 通常用药物控制细胞的增长 现在Multiple Myeloma 有很多标靶药 现在是21世纪的 很多新的标靶药 不过很贵 一个月是几万元 两三万美金 吃一种药 可以延长的寿命 达到三至五年 Multiple Myeloma 一个月是几万美金 几万美金 三四年 可以三年至五年 但也有一部份的人 是不理解的情况下 是无端端康復的 也有的 很多事情理解不了 不过如果你说说 最重要 近年来为何特别多小孩 尤其未成熟的小孩 引起白血病 我认为都是跟现在的 现代的文明 和财富的进度 绝对有相关的 中国大陆里面 国家里面 卫生局也出了数字 中国小过五岁的儿童的白血病 那个率增加成十倍 近年来 近五年来 归咎于什么呢 归咎于那些 忽然间 有钱上来 个个都要搬新屋 个个都要新装修 全部哪里来呢 全部都有一些甲存 从那些家具的甲存揮发出来 而引起的 也都 譬如怀孕的时候 孕婦吸入去 和成长的时候 那些小孩 BB仔 也都吸入甲存 那些甲存 对那个基因的冲击 是相当相当之大的 当然在社会上 这个是很大很大很大的问题 那 就算我在加拿大 也都医过 有些小孩 有一个 有一个 就是我那个诊所 那个浮的 消防队的队长 这个简直是救火英雄 嗯 那很可惜的 他直接 两个 小孩 一个子 一个女儿 两个都十多岁 就很快血癌就去了 但是找来找去 是完全没有家庭病史 什么都没有 那后来呢 就正式 大家都公认 在世界上 找了很多资料出来 还有中国大陆也都有 卫生报也都有这个 这个数据出来 原来那些 有很多危险物品的 环境工作的成年人 尤其是去救火的时候 火墙 很多烧了那些毒气的纹都进去 他回到家 就抱着那些小孩 都会传给那些小孩 令到那些小孩 亦都增加了这个 很小的血癌的机会 那当然 环境的污染 那这个大家留意 水 空气 和食物 正所谓 病从口入 那大家都要 要有一个很好的意识 去做预防 那我照我所知呢 现在市面上 都已经有很多家具 和建筑材料 都已经提倡 完全没有甲醛 没有这个机会 揮发致癌的气体出来 尤其是甚至乎 就算很简单的 一个蒸馏水瓶 很软的那些 里面的 BPA 那些素化剂 它都是 不断地融 不断地揮发 进入了我们的 饮用的水 以为不喝水喉水 就比较好些 其实水喉水 没有BPA 它可能有很多其他 重金属 很多有害的物质 杀酮劑 残余 除了很多滋液 之类感都未顶 所以我们大家 希望整个社会 为了下一代 除了有病医病 尽量保持健康 以及以防疾病之外 有一个很好的意识 去维护我们下一代的生存 相当重要 我最近也都 再看看我们 陆创有几个录影带 其中是说牛奶的问题 当时有位 Professor Colin 是Cornel的 他做了一个China Study 这个与中国大陆合作的 合作的研究 他都说牛奶是一个质量物质 始终今时今日 我们现在新一代的人的食物 是喝很多牛奶 还有一个是疫苗注射 我们前一段时间 跟大家分享了一本书 Robert Mendelsohn 写过一本书 How to raise a healthy child in spite of your doctor 这本书 如果在外面买不到 不妨在我们健康店 都有很多本书 这位得掌的医科教授 是很多年前 我第一次听到疫苗注射的问题 几十年前 我看Robert Mendelsohn 那本书 还有它有个newsletter 它就写很多很多 关于疫苗注射的问题 它说这是一个计辞炸弹 遲些我们都会在那本书的内容 都和大家分享 好了 阿诚博士经常提及 最近发现 原来新生癌 一个微量的生癌 可以医癌症 在我们同类疗法的经验里面 如果我们看回我们的书 我们书里面记载很多不同 同类疗法的疗剂 是成功医治血癌的 在我自己的医疗手冊里面 都差不多列了 60至80个同类疗法的疗剂 当然有些成功的个案 是数字会高的 竟然最高的是什么呢 是新生癌 Arsenecum album 和natrium sodium arsenicum 两个疗剂 都是和生癌有关的 大家知道 同类疗法的生癌 基本上稀释到 几亿亿亿万分之下 基本上没有什么成分 那同类疗法是怎样的呢 既然大家都听到 用现代化疗的方法 虽然是可以帮你受控 但长远的真正存活率 其实也不是那么高 在同类疗法里面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这方面的经历 经验 其中我有一本自己 我经常参考的 就是印度有位医生 它是专门医癌症的 在血癌里面 它也举列了它过去的经验 它说用一种新的方法 它是1993年开始的 用一种新的同类疗法的应用方法 它在血癌的成功率 是由30%成功率 是增加到54% 那就是呢 其实呢 其实呢 工具其实都相当之多 那好了 另外一种呢 就是我所叫做Hotkins Lymphoma 那这方面呢 陈医生和大家都分享过了 陈医生和大家都分享过了 其实呢 那类的那种琳巴癌呢 它那个成功率呢 其实呢 就是应该比较高的 那根据这位印度医生 这本的资料 他的经验 他这个很多很多宗的 那其中呢 他就有86宗呢 他就 是这一类的Hotkins 成功率 差不多是77% 那我们在同学疗法里面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跟随的个案呢 是挺长久的 我当我们说成功呢 都不是说 禁止了症状那么简单的 是希望呢 是长远来说呢 是真真正正是帮得到的 那比如 我简单些说一个 说一个案例 那这个是一个小龙女 一岁半的小龙女 那她有一种叫 Acute Lymphoid Leukemia 就是A-L-L Stage 2的 那呢 就用那个 这个 细胞的分析呢 它有很多 我可以叫做Blox cells 还有呢 它有一个Black Line Black Line Granulation 就是它细胞里面 是看到这些 就是 是一种Diagnostic的资料 那她当时的 那个红血球呢 大概低到 2.5g per deciliter 就是跌了 比平时跌了很多 而她的血小板呢 大概是6000的 那 那 当然呢 她当时呢 就在急性里面 遇到这些情况 她会输血的 那跟着输血之后呢 她那个 那个 红血球的数字呢 由2.5g per deciliter 是升到3.4g per deciliter 而她那个血小板呢 由6000 去到2万 那就是好像 陈博士说 急性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做些事情的 要不然呢 她真的可能流血不止的 那结果这个医生呢 就开始用 同外疗化的疗剂 那我们用这个疗剂呢 叫Hectlalva 是冰岛火山泥的 这个冰岛火山泥的 这个疗剂呢 我们发现呢 是跟骨髓的问题 很有关系的 就是我相信呢 如果我们遇到 这些 从骨髓有关 比如multipo myeloma 这些这样的 其实跟骨髓有关呢 他发现呢 原来这个 是经常 最常用的 是血癌里面常用的疗剂 那他就用这个疗剂呢 Hectlalva 加上Casinosum 他有个特别的应用方法 一个礼拜用Hectlalva 这个冰岛火山泥的疗剂 第二个礼拜 就用那个Casinosum Casinosum的疗剂呢 是很多年前 一位乳癌的女士 乳癌的细胞 是将它成为 一个同样的疗化疗剂 那经过两个星期之后呢 就一直有 已经开始改善了 那他继续 重复重复重复用 两个月之后呢 发现呢 他的情况 继续再改善 到三个到四个月之后呢 用这个方法 一个礼拜用 交替这样用 那发现呢 他的血 血的Smear 已经看不到 Blast Cell 没有了 而且有些 非典型的细胞 已经没有了 而他的红血球 去到哪里呢 是10.3g per deciliter 而他的血小板呢 是升到九万的 那他继续用这个方法呢 去到五个月到六个月的 那这个Case一直长期的 跟着呢 到今时今日呢 他都是很健康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 在世界上 那么多种医療里面呢 很多医療呢 大家可能 都没有机会去探讨 那最重要呢 大家遇到 很多新的方法呢 在未曾自己去探讨之前呢 就不要 就是一尾 就是踩他 有时真的 我经常遇到 这些情况的 那些人完全对这些 完全不懂呢 第一件事呢 就否决了他 那这个呢 结果受害的人呢 就是你自己 那些人 OK 那我们今集的时间 都差不多了 多谢两位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原医生 会签达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谢谢两位 拜拜 拜拜